赴梅花馆 赴梅花馆所藏一侧泛黄晚宴菜牌 勾益一末 中华民国造唱联合国之餐药史实 民国三十四年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旧金山会议歇幕 五十国代表团 共以联合国国际组织规约及宪章 中国、美国、英国、苏联为唱始国 中国亦为安全理事会五席常任理事国之一 同年六月二十六日 中美英苏及各国代表签订联合国宪章 中国最早抵抗日本侵略 各国为表彰敬佩之臣 特邀中华民国代表团 首席代表顾维军 即王宠慧、魏道明、吴宜芳、李皇、张军脉、董比武、胡林七位代表 摔先签署联合国宪章 各国代表随之余冠签署 一九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 第一届第一次联合国大会 岁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10日至2月14日间举行 地点定英国伦敦卫理工会中央礼堂 共五十一国代表团出席 第一届第二次联合国大会 则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0月23日至12月15日间举行 地点改为 纽约发拉圣草原可乐纳公园四伯会旧址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1月11日晚 美国外国记者会 邀宴第一届第二次联合国大会 即安全理事会代表团团长 设席纽约华尔道夫酒店 富梅花馆珍藏晚宴菜牌一侧 两折三页 朝内三面折页皆以插图点缀 由漫画家艾罗斯杜尔索 艾罗伊斯德首与艾莫里凯伦 艾莉凯伦可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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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团长 兼驻美国大使顾维军 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团长兼外交大臣 欧内斯特贝文 Ernest Bevin 法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团长 阿里山大巴浩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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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亲笔签名正姬 十一月十一日出席晚宴之代表团团团长人数 C未见记载 尚可推考 盖夫梅花馆令藏一本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0月23日 第一届第二次联合国大会 谢幕当日 纽约市政府邀宴会员国代表团 全体团团团之座位手册 五宴益设 华尔道夫酒店 四册记载出席五宴之全体人数 约九百零八位 少数宾客名字费赂 其中九十五人分座五张主桌置于高台 包括各国代表团团团长五十七人 与美国政军商界三十八人 十一月十一日出席晚宴之代表团团团长人数 当于十月二十三日出席五宴之代表团团团长人数 雷同 即五十七人 第二次联合国大会 西增阿富汗冰岛与瑞典三会员国 为安理会延至十一月十九日 是同意纳入新会员国 故以上三国代表并未获邀十月二十三日五宴 十一月十一日晚宴 亦当缺席 美国外国记者会会员与美方要员出席 十一月十一日晚宴人数集许 难以考证 然大会即安全理事会代表团团长出席人数 应约五十七人 晚宴菜牌朝内左面折夜 勘列贵宾致辞次序如下 第一位乃美国外国记者会主席 西梦科斯特 Simon Koster 晚宴之主人代表 第二位乃联合国大会主席 保罗·汉利·斯巴克 Paul Henry Spock 第三位乃中国代表团团长 顾维军 第四位乃法国代表团团长 阿利山大巴浩迪 Alexandre Pahodi 第五位乃英国外交大臣 欧内斯特贝文 Ernest Baden 第六位乃美国国务卿 詹姆斯 弗兰西斯伯恩斯 James Francis Burns 第七位乃苏联代表团团团长 维云雅 维亚切斯拉夫 米哈伊 二次世界大战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年 中华民国国际地位 与声望之龙圣 足可正见 晚宴菜牌朝内 右面折叶 则勘列 身负美国风情之各道菜肴 甜点 与家让 第一道 乃龙虾与蟹肉沙拉 第二道 乃砂锅炖酥肉 以鸡肉 牛腿肉 小牛腿肉 四季豆 胡萝卜 萝卜 萝卜 芹菜心 与韭菜 喂煮 第三道 乃芹菜心 与熟绿橄榄 第四道 乃砂浪牛排 配以蘑菇酱 烤小马铃薯 与炒四季豆 第五道 乃曼哈敦蛋糕 花色小蛋糕 第六道 乃小杯咖啡 晚宴选用美国 乔治斯德拉图 让制之 卡本内 苏维农 丝藏红酒 为加州 那帕古名酒 华尔道夫酒店 建成于1931年 以提供豪华晚宴 与舞会场地 文明霞尔 楼高四十七层 自1963年 仍保持世界最高建筑 自殊荣 联合国灌溉如云之 五宴与晚宴 多色喜于诗 晚宴菜牌朝内三面折叶插图 有十八位各国代表之漫画肖像 有艾罗斯 杜尔说 与艾莫莉 凯伦 何必绘制 每位代表之肖像 艺川 艺川他国服饰 以凸显 并响应 朝内中间折叶 正上方所建 自英文字 One World 亦亦天下归一 欲试各国无分彼此 供养大同 朝内中间折叶 建六位代表肖像 一 联合国秘书长 即前挪威外交部部长 特旅阁位 赖伊 Trakfei Lai 身穿燕为福 二 美国国务卿詹姆斯 弗兰西斯 博恩斯 James Francis Burns 身穿中国服饰 手持一指 以五种语音写四字 赞取天下归一 达尔英为苏联语 科罗地亚语 塞尔维亚语 保加利亚语 与罗马尼亚语 V应为法语 C 应为西班牙语 与意大利语 4 应为中国语 YES 应通用英语国家 三 中国代表团团团团长 顾维军 身穿法国服饰 四 法国代表团团团长 亚历山大巴厚迪 亚历山巴厚迪 身穿美国西部服饰 五 苏联代表团团长 兼外交大臣 维亚切斯拉夫 米格伊洛维奇 摩洛托夫 维亚切斯拉夫 身穿苏格兰服饰 六 英国外交大臣 欧内斯特贝文 Ernest Bevin 身穿苏联服饰 朝内右面折叶 意见六位代表肖像 七 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 德米特利 马努尔斯基 Dmitry Menewski 身穿美国印第安族服饰 八 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 安德烈 格罗米科 Andre Gromyko 身穿奥地利服饰 九 美国首位代表兼参议员 汤姆康纳利 身穿希腊服饰 十 欧洲代表团团团长兼外交部部长 赫伯特威尔伊瓦特 Herb波兰威尔弘格 身穿默西哥服饰 十一 捷克代表团团团长兼外交部部长 杨马赛利克 Jean Masaryk 身穿瑞士服饰 十二 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 艾尔科 范 可莱芬斯 Alco Van Cleffens 身穿土耳其服饰 朝内左面折叶 另见六位代表肖像 十三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沃伦 鲁赛巡奥斯汀 Warren Robinson Austin 身穿波兰服饰 十四 联合国大会主席 继前比利士首相 保罗·汉利·斯巴克 Paul Henry Spock 身穿泰国服饰 十五 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贾德干爵士 河裔 亚历山大 卡多根 Sir Alexander Cadogan 身穿荷兰服饰 十六 美国代表兼参议员 阿瑟 范登堡 Arthur Vandenberg 身穿叙利亚服饰 十七 巴西代表团团团团队长 魏罗索 国裔佩德罗莱奥 苏洛索 Pedro Leo Veloso 身穿埃及服饰 十八 美国众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兼众议员 苏尔布鲁沙尔布鲁姆 Soul Bloom 身穿印度服饰 漫画家艾罗斯·杜尔索 Alois Dersault 1888-1964 与埃莫里·凯伦 Emory Cullen 1896-1978 弦匈牙里人 相接创作艺术 1920年至30年代 以漫画形式 报道并讽刺国际政治与外交事件 享誉玉石 受任国际联盟专职视觉记者 自德国新反犹太朝 两人随于1938年底 共赴美国避难 1948年则分道扬镳 解散合作 1950年长吉历年漫画出版 联合国漫画祭史 A Cartoon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晚宴菜牌 未席何人就场 自当元族出席1946年11月11日晚宴之 雅好历史兼名人首记者 徐活为美国外国记者会会员 中华民国为联合国唱识国 顾维军时任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 兼驻美大使 居首签署簽署签牌 亦合赴 晚宴贵宾致辞次序 关其首饥 姚思民国三十四年 一九四五年 故围军衰领各国代表 签署联合国宪章事 抗战胜利 中华民国如日方宗 西方各国游四五国 为古老儒教文明之邦 其外交官亦衣食俊杰 品学兼优 故围军更词欲国际 复经追袭 唱出万端 上代寇籍中流 再赴汉官威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